北京时间9月26日,2018 WTA武汉超舞赛,展开了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,在中心场率先结束的一场比赛中, 千表中排名最高的中国金花王强迎战澳大利亚的加普里洛伐,王强延续了近来的火热状态,以7-5,6-2完胜对手,豪曲女单八连胜的同时首次晋级武汉赛八强,也是继去年迪拜后第二次晋级超舞赛八强,王强进入下半赛季以来战绩十分出色,不仅拿到了南昌和广州两战冠军, 还未免了雅加达亚运会女单金牌,世界排名也在创新高,来到武汉后,王强并没有受连续征战的疲累感影响,连胜两场晋级十六强,尤其是上一轮苦战击败前世界第一卡普利斯科巴更是让人眼前一亮, 今天面对的是澳大利亚的加弗里洛娃,两人曾经在2016年温网首轮有过交手,王强三盘被对手逆转落败,今天首盘比赛,两人展开了破发大战,前三局两人都未能保住各自一个发球局, 一轮互破之后,加弗里洛娃率先在第七局爆发,随后两人也是各自爆发,王强在关键的第十一局再度实现破发, 气势如虹的王强顺利保住发球胜盘局,后一七杠五先下一城,四盘比赛,王强失误有点增多, 加弗里洛娃开局破发,取得了2比0的领先,不过王强没有放弃,很快就取得了回破把比分追平, 越战越勇的王强这时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,最终连续取得三次破发,连下六局,送出隐形弹以6比2再升一盘, 从而以2比0完胜对手守进武汉八强,好取女单八连胜,接下来王强将战奥运冠军蒲一格, 后者7-6时,7比5两连胜沃兹尼亚棋,另一场中国金花的比赛,张帅苦战三盘, 最后以4-6,6-4,1比6不敌爱沙尼亚的康塔维特,无缘八强,张帅在首盘开局阶段就先被破发, 虽然随后他顽强回破把比分追平,但在关键的第九局,还是失手把球局,以4-6先丢一盘, 4盘双方陷入了破发大战,张帅稳住状态,在盘末阶段实现本盘的第三次破发, 以6-4扳回一盘,但到了决胜盘,张帅未能成胜追击,开局就以0比2落后, 保住一个发球局后,张帅就在没有拿下一局,以1-6速败对手,无缘八强, 国际选手方面,两届赛会冠军,5号种子科维托瓦一6-3,3-6, 3-6遭帕夫6秦柯把逆转,无缘八强,3号种子科贝尔, 虽然在首盘2-5后连班三局,但他次后连丢棋局,最终以5-7, 1-6不敌去年亚军八弊,同样无缘八强,上轮战胜哈勒普的齐布尔科娃, 以6-3,7-6-3击败卡萨基纳,携手白俄罗斯新星萨巴伦卡晋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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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